算了吧 你也别哭了 明日等她醒来也别说她 这是她与女婿自个儿的事 咱们呀手别伸这么长 随她们去了 可是宋锦是她们最疼爱的闺女 舍不得打骂 只能继续惯着呗 随什么随 何离的妇人日后还如何嫁得出去啊 就算嫁得出去 也只能嫁给官夫 这嫁给官夫还不如老老实实与女婿过下去呢 至少四小崽子是捡来的 不是前头生的 不影响咱闺女地位 女婿腿弱能治 将来高中了状元 给她争个告命也不是不可能 这眼看着好日子快来了 我想不明白她为何要这么早啊 萧衍之于解释的缘由 是她冷戴她们闺女两年 会对她们闺女 刘氏听了虽很生气 可是她也知道 是她闺女一开始上杆倒贴的 人家不喜欢 你也不能牛不喝水强按头啊 哎 都怪我把她仰歪了 哎哟 不全怪你 是咱一起将她仰歪的 回头咱将她掰正过来 咋掰正 都长歪了 还能掰回去 逃荒路上 我瞧着女婿对咱闺女不像没有情的呀 而且她能揽下所有过错 说明对咱闺女还是有感情的 你想啊 若是别人合理 我得早撕破脸皮子了 咱们闺女与女婿撕破脸皮了吗 似乎是没有 所以啊 你也别瞎操心了 手也别伸这么长 闺女啊 爱砸砸地 随她们自己闹去 咱们寒衣弄孙 原来怎样过 接下来怎么过就行 而且啊 你真不必操心 咱闺女加官服 我瞧着那赵公子对咱闺女似乎有那啥叶子呀 你也觉得 哼 咱闺女那个丑模样 不是当娘的没有信心 只是那赵公子瞧着是个风流的 不靠婆 将来给咱闺女找一堆小妾 咱闺女还不得亏死啊 不行不行 你 你 当我没说 那个赵公子瞧着确实风流倜傥 不是普通老百姓子女 恐怕真不是良配 四日卯时 萧长春敲了三声铜锣 叫醒各家去永福县采买家事农具 要过日子 没锅没灶 没家事没农具可不行 宋锦与娘家人是最后走到村口老锦边的空地 原本宋锦以为娘家人会生气一阵时间 哪里知道刚走出房门 刘氏就将她房气 田气 地气全部扔回给她 还说任由她以后想咋咋地 随她怎么造 宋锦听后那叫一个激动 娘家人果然宠她的 这脾气就像一阵风似的 来得快 去得也快 来了 赵钱收拾得干干净净 整个人风度翩翩 见宋锦赶到笑着打招呼 是啊 您可真早嘞 答应给你的东西要付我钱啊 还有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钱 宋锦没管赵钱心里想什么 直接将画好的十发连弩设计图递给她 这是 赵钱原本被她尊敬的态度弄得满脸迷惑 可当她看见她递来的纸张时 联想到是什么 神情骤变忙接了过去 随后避开众人背过身去 当她打开 看见纸张上画的是十发连弩设计图 激动的险些想熬叫一声 转过身将宋锦抱住 但处境不允许啊 全村人都好奇看着她呢